好的我们接下来就快速过一下 这个加沙的意愿被炸到后续 和我们昨天说的一样 基本上全世界的第三世界国家和泛阿拉伯国家 都对以色列及以色列的盟国 像美国的国家都已经非常严厉的谴责 表态最为激烈 比方说伊朗沙特的 是在外交公文里对以色列是令他们最强烈的谴责 伊朗则表示自己明明已经准备给以色列 看另外一条战线了 还有附近这些非国家行为体比 比如说伊拉克的人民动员部队 也要叫人民动员军 伊朗的革命卫队 什么黎巴嫩珍珠的 甚至塔利班都给调动了 说要求附近国家都通用一下要去打以色列 这些国家对以色列表示明确的谴责 但有些国家 像拜登现在已经去以色列的时候 非常亲切的跟内塔尼亚湖抱在一起 表示说自己认为应该不是以色列 当然注意这个场合非常有意思 他跟内塔尼亚湖两个人做着的 记者就提问 他跟记者说 我觉得不是内塔尼亚湖做的 我觉得是other team 是其他人干了一个事情 并且说 已经拆专人拆安全部门的人 去看美国的情报 到底这个问题是怎么解释的 但是在他说 叫安全部门的人去调查之前 五角大楼的发言人 已经出来说了 就是跟以色列说的一幕一样 以色列说什么就是什么 就是加德 这个事情成为了一个罗生门 公说共有理事 婆说朋友理 那我们之前讲过了 为什么现在国际舆论基本上更多的国家认为以色列 应该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因为以色列 这个大家都公认的是 他对加沙地区断绝了淡水食品 药物 电网 甚至柴油 这些维系人生存 必不可缺的资源 而且流传出来 大量大家都能够确认 的确是真的死伤的照片 所以说有这么多人去世 肯定是真的 炸雨不炸 这些人这么密集的出现在那个医院 是你以色列去逼迫的 这是这些国家的人认为 以色列无论如何应该对此负责的一个原因 但是我们依然是要说 昨天视频也是说 逻辑上当然可以说是以色列 但是缺少证据 所以无论这是哪边 现在的苦苦寻找证据 除了国家和非国家行为 还有传统的一些势力 比方说宗教 宗教怎么扯进来 除了牵扯进来 你想穆斯林兄弟会 大家都是伊斯兰教 还有 因为加沙其实还有基督教徒 本次被炸的一个禁信会医院 禁信会 它是基督教 这个教堂还不是加沙自己运营的 是圣公会 圣公会去运营的 而且我们看一下 坎特伯雷大主教 之前也明确说了 当时23年10月15号 已经收到了 以色列要求他们把这个医院 清空撤离的命令 当时就已经说 15号就说了 说我要跟以色列交涉 通论通论 说我这也不能撤 战争法保护人权条约 这个医院你怎么知道 你爱怎么样 你打到我这干嘛 而且我这是外国人 又不知道加沙 我不可能帮助哈马斯的 本来你想想 他是基督教圣公会的 他跟哈马斯关系很好吗 也不太可能 跟他有什么关系 你以色列叫我撤 凭什么呀 这也是为什么 那里有很多的 我们说的 吴国际医生 很多信基督教的 他可能是英美系国家 信这个教 去这个医院 所以说现在坎特伯雷大主教 也出来谴责了 所以居然连我们这些 就比较涉外的地方 你都敢搞 你是什么意思 那是不是还要把 基督教给扯进来了 那得了 你想本来就是 伊斯兰教一边犹太教 得了你再把基督教 给争起来 真是耶路撒冷三教圣城 然后再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次的袭击 到底有多少人身亡 巴勒塞那边明确说 死亡人数是473人 但是说这个人数的 还在增加 这是昨天数据 为什么增加 因为他本来 他在医院炸了 你想那个地方 连淡水都没有 你指望有药 而且你还要仪器 是吧 像你大家如果去医院 你被什么炸伤 骨折伤的 你还要拍个片 拍片那个机器 你以为他不要吃什么能源 非常耗电 更不要说那些 比较高精尖的机器 是吧 重伤员啥的 你吸口氧气不过分 氧气从哪里来 问问各位 那你得了 你也重伤 他们说 巴勒塞说 重伤现在起码1200个人 重伤 你在那个地方 能得到救治吗 所以他们认为 重伤给死了 没差别 只不过就是 现在没有立即死亡 那得了 第二天的这个人数 到底要算不算几 所以你要真的 这么较真说 那个及时的死亡人数 包括什么失踪的 现在还埋得几下 不知道扒得扒不出来 不是说完整的 一个人躺在这边 没错 就是一个两个 这样数的 不是这样的 所以说你要真要 这么较真 的确数不出这个数量 而且另外一个 断绝的资源 像路透社记者 还在那殉职了 所以说指望一个 非常确定的伤患人数 真的不太可能 除非你像联合国 工作人员 30个小学生 在联合国的这个学校 被杀 你想联合国庇护下的场所 它是安全区 他当然跟你说 到底12345 跟你说的比较明白 对吧 既然有这么多的迷雾 当然全世界的网民 肯定吵成一团了 是吧 你这是你的 我这是我 我们看下挖部底下 这篇文章是挺以色列的 认为以色列说的就是对 就是哈马斯火箭 自己驾自己 IDF已经非常慷慨的 跟大家共享了 它的一定情报 一般来说 凭什么给你共享 我这机密的 愿意向全世界表示诚意 但是底下民众 不太买账 说以色列国王军跟真相 这两个的关系 就是没什么关系 然后底下都是嘲讽他 明明是哈马斯射错了 还有说 美军已经证实了 就是伊斯兰吉哈德 射的火箭弹 最后再有人来一个回旋标 说五角大楼证实的多了 五角大楼报外 臭名昭著 看里面洗衣粉 大哥摩杀上线武器 当时除了他讲的话 在联合国 五角大楼也是 G28鼎出了报告说 他们确定了 伊拉克就是有 大哥摩杀上线武器的 后来找到吗 没找到 包括尼斯兰派个人 也是明耿图 去联合国 拿了本圣经一本书 你看到没 这个就是我们的地气 地气里说的 神圣的迦南地 留着南与密的土地 这个就是我们的 合法性来源 一样的 所以网上肯定是炒成一团 有没有什么确定的东西 当然有了 除了这么大的事 现场清理之后 我们是不是能看到 什么弹坑 看到一些建筑 什么损坏的 车站损坏的残涵 当然可以 这个是有的 这张图片 我觉得是最好的图片 来自Guardian 卫报非常不容易 他们也不知道 怎么拍到这张图片 估计是无人计 这张图可以说是一览无余 那么在画面的中心 我们看到 有一个几辆车围起来 中间地面有凹雀的地方 现在是被普遍认为 就是留下的蛋坑 蛋坑附近的车 车损是非常明显的 有的车干脆 整个都被炸翻了 整个都翻倒在那边 这里明确一下 原来昨天晚上的时候 这儿的车和人 可是非常多的围绕蛋坑 中心越接近的车 车损越严重 也是让我们可以信服 说车损应该是 跟蛋坑相关的一个原因 那么值得注意是 在画面的左下角草地上 大家不要觉得说 在蛋坑旁边 车损好像只是玻璃坏了 什么结构坏了 但是这个东西 如果打到人身上的话 你到左下角的草地 昨天草地上 还有睡袋杀的 那个地方对人 依然是有很强的杀伤性的 所以这也是符合 我们之前跟各位预测的 IDF已经跟当地民众 通过线下线上 你们赶紧去医院 医院 知道你们那会救人 知道你们会把藏的那些柴油 淡水都去送去医院 叫救人 所以鼓励他们那些 被赶走的居民 你们不知道到哪去 你们赶紧去医院 所以这些居民晚上 确实是会聚集在医院附近 去睡觉 这也能够解释 为什么伤人数这么多 因为有的人现在怀疑说 看那个蛋坑 好像很浅 是不是你这个人数上面 有撒谎啊 其实可能就什么几十个人 那个医院院长 站在那发言说 我们有个工作者 绝不后退的时候 他腿边啊 堆满了失去生命的 完全是因为相关法律法规 和平台都上的限制 我不能放出来而已 在这点上呢 感谢Guardian还专门加利一句啊 是进一步的佐证了 之前跟各位下了一个结论 就是因为咱们说了 那个撤离路线嘛 说以色列说安全 你们从那边撤 结果轰炸是吧 轰炸了导致这些人 不知道撤还是不撤了 跟医院呆的这些居民一样 是进进又出出 去了 反正撤还是不撤 又回来是吧 所以我们看卫报数啊 有很多居民白天晚上的 来来回回 就在这个医院附近 他医院不只是有救人的一个功能 实际上还承担了一个庇护所 甚至精神寄托的啊 这么一个功能 你不知道去哪 好去医院吧 这个慌张一下 炸了是吧 当然这也明确跟各位说的是 我们昨天啊 刚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 大家普遍的讨论 是不是美国给以色列的航弹 航弹呢 当量比较大 认为呢 第一 现在从弹坑上来看 弹坑比较浅啊 另外一个呢 好像这个车啊 附近这个车造成的车损 还没有这么严重啊 中心区虽然车翻过来 对这是翻过来而已 所以呢 你是不是真的是航弹啊 有没有可能 以色列说的是对的啊 是火箭弹 那么现在呢 那些懂军事的啊 警力大队 推降临啊 啥的 在意的就不太愿意出来说话啊 中邻那些国家的军队呢 也不太容易军事专家出来说话 但今天这个释出的内容呢 依然是不是决定性的证据 不能说明以色列那边是对的 也不能说 巴特斯坦那边指责以色列 就是对的 所以说依然打一个问号 为什么呢 你同样航弹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你空中爆炸嘛 你就不要到地上再爆炸 另外一个 你看起来个爆炸效果比较小 那你可能就是当量比较小呗 那又不是以色列现在 没有那个当量比较小的 航空的炸弹 对吧 它是有的 而且之前自己改装用过 所以依然是符合满足航弹的啊 这么一个推力需求的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假如是火箭弹的话呢 阿勒伯这边呢 军事专家提出一个问题 以色列不是自己吹自己有铁球吗 你要这是加得打的 什么铁球应该去拦截 反正这个军事专家去讨论的事情了 对吧 我们现在只是说 进一步释出这个内容 无法作为任何一边的决定性证据啊 所以说现在世界的主流舆论 依然是认为以色列应该为此负责 并且呢 就是以色列啊 打着这个航弹 那么有意思的是呢 你争去争 对吧 那边的老百姓呢 是等不了了 因为以色列依然在实行 他们这个非常严厉的封锁啊 所以昨天这个是他们稍微松一点 对于电网的限制呢 有大批的当地民众的报道出来了 当地民众现在关心什么 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 这篇报道呢 是专门采访了一个癌症病人 你看癌症病人 是吧 癌症病人要什么 要吃药 而且要放化疗啊 你癌症病人这些药 你是巴斯坦的 自己会造的吗 不是你靠进口是吧 以色列不许药进去 怎么办呢 所以说这个人啊 当着记者的面 啪啪啪摆出来 我这些药 我是个癌症病人 就这些药 药片吃完就是我的死期 我的命算在以色列头上 得了啊 这个话说到这边了 你还怎么没法接了 所以当地人的表述 大家能不能负起责任 我们把现在解决 因为现在不解决的话 造成了后面的死亡人数 远要超过这个几百人 比方说啊 这个医院又现在出了 记者不是去采访吗 说我们每天都需要 5000升的柴油 来维系 现在柴油发电机 整个医院的供电 你不给油 病人就是死 我们只剩多少天 只剩两到三天的时间了 还说这个已经是一个 乐观的估计 得了啊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拜登去了呢 叫内塔尼亚湖啊 一定要保证平民的生命 所以呢 内塔尼亚湖的表示呢 说督促埃及 开启跟这个 又是开启跟加沙南部的 人造主义走廊 并且呢 允许埃及 通过在加沙南部的一个口子啊 输送经过检查 被认为无法支援哈马斯的 一些资源 比方说淡水和食物 但是药品能不能进去 现在也不知道啊 还有能源 因为你想啊 柴油发电机 柴油发电机 柴油是战略储备啊 柴油它可以驱动 一些机械啊 所以才又进不去 你这个问题不还是没解决吗 至于别的一些 比方说礼节性的啊 拥抱被这个哈马斯 扣了人质的 这些以色列人啊 我们看见这 也是非常有意思 我自己是不太能够理解啊 这张大图还在路透社 很多人讨论 我们看一下 拜登呢 当然又是抱了这位 看上去像生理女性啊 还非常开心的亲了她 脸上这个表情 非常开心是吧 我们看到红箭头指出来 这位以色列的警察呢 笑成这个样子 我不知道这个场合 他为什么 持什么力量 他在笑呢 你想他拜登抱着这位是 你站在以色列人的角度 看这位被哈马斯 扣了人质是吧 家人 那拜登就轻易他 你要笑成这个样子吗 至于拜登说的别的呢 就是认为啊 这个全世界现在对以色列 是不公平的等等的 那这个就很难说了 包括拜登说了 他说啊 我觉得那塔尼亚湖 没干这个事 那应该是别人干了 那拜登说的话就多了 如果大家不记得的话 前两天呢 CNN还有一个专门的记者 道歉 还算是比较高级的记者了 这记者说呢 是内塔尼亚湖那边 以色列官方啊 放出信息 说他们已经确认了 有哈马斯斩首 以色列婴儿的这个信息 完了CNN记者就信了 信了之后呢 拜登还说啊 拜登我们看NBC啊 这是拜登原话 拜登在公开的演讲里说 我从未想过 有一天 我居然要看到 确切的照片 是恐怖分子 正在斩首儿童 拜登的原话 一个字不差 NBC说的啊 那么说了这个话呢 白宫一十万会儿 没反应过来 一般情况下 白宫就意思 不是那个意思啊 就马上纠正拜登的发言了 但后来呢 媒体记者说 你哪看到搞这个事了 这么大事 我们得报道报道 然后回去找白宫 白宫才发现 他们拜登没看到那个东西 他这是援引以色列说的 所以CNN记者 也是援引以色列说的 那以色列现在 能不能拿出 确切的说啊 哈马斯斩首 以色列的儿子呢 不能啊 所以CNN记者呢 要道歉了 说自己被以色列耍了 说以色列总理办公室 他们已经确认哈马斯 确实斩首了婴儿和儿童 结果回头 以色列政府又表示 他们又不能确认啊 用了个CNN 还是大写 CNN呢 画个线暗门去表示 以色列总理的发言人 说的啊 他说拜登呢 你也不能说啊 他讲话 你就真的信 你毕竟他之前被纠正啊 包括佩洛西不是也说吗 拜登还是个孩子 还是孩子 你这么当真干嘛啊 说着玩的 搞了半天的一句话 现在的压力 莫名其妙的是以色列 去给埃及了 这些只剩两天 三天燃料的医院 等在医院里面 不知道未来如何的病人 婴儿 孩子 孕妇 前途依然未卜